最近有两部农村剧一起跟大家见了面 一部是在央视一套播出的《大山的女儿》 一部是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联播的《幸福到万家》 因为是同样的题材又同样基于了女性的视角 播出时间又几乎重叠 就免不了让大家拿出来比较一番 对于这样题材的剧 单看收视率的话似乎是有点浅薄 毕竟他们所占的利益比较高 大家更喜欢拿豆瓣评分 也就是口碑说事 《大山的女儿》改编至真人真事 全部取材于扶贫女干部王文秀的真实故事 《幸福到万家》也有自己的看点 翻拍于张艺谋的经典电影《敲举打官司》 有原著小说撑腰 编剧多年收集素材 可是前者拿下了9.1的高分 而后者却仅仅只有7.1分 9分以上的国产剧 就已经可以被列为经典好剧的类别 而7.1只能说是刚刚及格 偏偏更巧的事情是 主演这两部剧的主演赵丽颖和杨勇 曾经是《陆征传奇》里面的主角和配角 不可否认的是 《大山的女儿》从整体到演员上来看 确确实实胜于《幸福到万家》 胜过的第一点是大家从《大山的女儿》里面看到了 如今农村剧当中缺少的美德 有个玩笑话是将乡村爱情类似于中国的权力游戏 一年拍了十几部 一口气能更新十几年 从一代演到二代再演到三代 跨越了几代人的成长 这部剧就描写的是原汁原味东北农村面貌风情 基于此观众们在想想 大家已经多久没有看到像是乡村爱情这样生动的农村题材剧了 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明白中国能有今天靠的就是农村人 不管是留在土地上选择成为农民 还是走出老家成为进城务工的一份子 中国的今天离不开这些人 也许他们身上有很多落后恶习 但也不能一杆子打死他们身上的真善美 专属于劳动人们的朴实善良 如今观众很难看到一部农村剧里面用心对这一部分进行刻画 《大山的女儿》里面 观众重新找回了这个感觉 以农村山为首的顽固派 虽然有着传统农村人身上的直傲 但是他们更知道什么是对他们好的人 他们看到女主角对称职的付出 愿意为此成长和改变 幸福到万家这边 处处都只要农村人的落后与招迫 观众在他们身上感受不到一点美好 第二点胜过他们的方面 是《大山的女儿》没有羞扬自己是女性题材 却真的做到了从女性的视角出发 遇到并解决问题 《大山的女儿》中 除了主角是女村之书 也有其他好多女性当官或者是女性的角色 从基层干部到小领导 每一个女性都认认真真干着自己的工作 同时往返于自己的家庭之间 在这部剧里 大家并没有看到吹嘘女人有多顶天立地 大部分都是从小事做起 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力让人幸福 当然女性作为弱势群体 也出现了一些女性遭遇的难受事 比如男双应为了丈夫车祸死去的女村民 提醒王文笑要帮她拿到应得的钱 不然钱都被那女子的公公拿去销坟 听起来是搞笑离谱而夸张的小事情 但其实细想背后真的有道理 这种事情会真实的发生在农村 不大又对女性不公 幸福到万家就做不到这一点 所有剧情冲突全部都是密集又夸张 男性就是女性的最大敌人 所有的压在女性头上的大山 都是强行给他们的 婚闹 直场刷摇 重男轻女 徒增观众的愤怒 却感受不到真实的共情 引起不了大家的思考 第三点是表演的痕迹 两部剧的服装道具都接地气 农村生活的小细节也都十分传神 关键是表演的痕迹 大明星演普通人也不难 但是要演农村人就不容易 他们需要摒弃自己的气质 将自己完完全全融入到这个角色中 不仅仅是换身衣服就那么简单